各位觀眾帶您聚焦 因為債務糾紛 居然就想買凶殺人 台北市萬華的開發公司 四月底被人持武器朝鐵門攻擊 警方巡線追查 發現大同區的角頭 吳明達 設有重嫌 昨天繽紛多路 南下居體搜證 一共逮捕十一名嫌犯 也查出開槍的原因 居然跟千萬元的金錢糾紛有關 而且吳明達甚至兩度買凶 要取青山公主委 黃清源的姓名 來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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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遠景迅速衝上前 拉開車門 壓制歹人 換到另一邊 遠景順利逮捕嫌犯 小弟們一個接一個排排站 但是看過去有一個穿迷彩衣的男子 特別顯眼 原來他是大同區的在地角頭 也是維政集團的董事長吳明達 時間往回推到四月二十七號深夜 台北市的某開發公司發生槍擊 雖然嫌犯當時自行投案 但警方懷疑背後不單純 再帶三人也查出 他們都跟吳明達有關係 原來吳明達跟青山公的主委黃清源 但早就有糾紛 去年十一月 黃清源幫泰山的理性建商 處理跟吳明達的糾紛 不慎破局遭到用武器警告 吳明達還在二月的時候 兩度買凶殺人 不過槍手都臨時退縮 沒有得逞 四月才再度派自己的小弟 到開發公司用武器警告 因為金錢糾紛竟然就想開槍害命 索性警方抽絲剝繭 火速逮捕 及時阻止一場江湖衝突 記者 余若維 王玉君 台北採訪報導